近年大量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电视剧受到了许多观众朋友们的喜爱 然而很多抗日剧由于为了追求观赏性 在许多军事常识以及历史问题上存在错误 今天我们就从武器装备战场现实以及战斗战术等方面 来剖析抗战剧常见的一些历史错误 首先在武器装备方面最明显严重的问题 就是武器装备的大规模穿越 在抗战剧中日本军队使用者战后才装备的我军各型通用机枪 新四军居然使用米尼钢134多管速射机枪 而一些八路军战士居然能够使用著名的AK-47进行作战 而一些神剧中AWP狙击极枪和美国现役狙击极 也进入二战时期装备特种部队 诸如此类的武器穿越问题是抗战剧的一个重要缺陷 而除去武器穿越的问题之外 一些二战武器的使用在抗战剧中也没有得到正确的刻画 日本的大正十一式轻机枪 也就是著名的歪霸子轻机枪 在影视作品中被描绘为作战的火力支柱 可以进行连续的射击 但是这种刻画忽视了一个客观事实 那就是这种机枪为了能够以步兵的各种弹药通用 其装弹非常麻烦 这种机枪主要为翻盖式装弹 作战时需要将子弹一发一发的填入 就像装填步枪一样 但是在抗战题材作品中 普遍现象都是这款机枪可以持续的射击 而从来不考虑其装弹的困难问题 事实上其二十发的子弹带几个点射就没有了 更别提电视剧里那种无线子弹抱着乱打的可能性 此外为了追求观赏性的效果 影视作品对于一些炮兵武器的刻画也非常不真实 炮弹是使用弹片及冲击波来达成杀伤的目的 一发普通的60毫米迫击炮 至少在落点5米内有绝对的杀伤范围 一发105毫米的榴弹炮杀伤范围 则可以扩大到15米以上 而大量的抗战作品中普遍出现的情况是 炮弹落在人身边两三米的距离内 士兵仍然没有受到一点损伤 这样的拍摄严重违背了历史事实 而且抗日剧导演普遍喜欢的是 把一两门迫击炮射击的效果 描绘成铺天盖地的爆炸场面 炮弹几乎每秒钟两发的往下落 但是这是一个炮兵连都打不到的效果 完全违背了真实的历史 最后具体到战术层面来说 抗战类电视剧普遍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冲锋扎堆 导演习惯性地把步兵进攻作战 描绘成一种人海战术 日军往往会傻乎乎地排着密集的进攻队形冲向阵地 然后被大拼的料到 几个士兵就能消灭数百日军 而事实上直到1945年 日本军队在中国战场的正面战场 都是占据优势地位的 如今的抗日神剧严重侮辱历史 让我们如何向子孙后代解释那14年的艰苦岁月 好在如今对于抗战神剧的管控越来越严格了 相信用不了多久 抗日神剧这个词就会变为历史 不过神剧还真不是中国独有 比如说印度 盖国一向视我国为主要对手 中国有的他们也要有 于是他们也拍起了神剧 令人意外的是 在他们的剧中 中国竟成了大反派 神勇的印度士兵们 各个以一抵板 把中国军队打得丢盔气场 简直比我们有过之而无不及 微信搜索刚雨军事 回复神剧 看看印度的抗中神剧中 把印度人拍得有多神 各路战地奇遇 欢迎观众的微信公众号 刚雨军事 深度有趣的军事内容 只为您呈现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